本期视频将会告诉你曲线的详细用法 以及告诉你怎样用曲线去修图 在视频的最后 我将会告诉你怎样运用曲线 实现去物还原色彩的骚操作 原图是这样的 经过曲线的修改后是这样的 看到最后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充满期待 希望你能够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多谢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狗小狗大叔 一个野生摄影师 本期视频演示使用的是 Photoshop CC 2019 但是不代表只能用PS 很多修图软件也有曲线功能 比如Lightroom Polar修图等等 它们的功能都差不多 我们来到曲线面板 首先看到下端的一个渐变条 最左边是黑色 也就是最暗部 最右边是白色 也就是最亮部 我们可以将曲线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 代表就是画面的亮度信息 用一张图来演示一下 这里分别是 我们还能看到曲线面板里 有一个直方图 简单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直方图代表了一张图的曝光分布趋势 比如这张图 直方图数据集中在了暗部 亮部信息较少 说明这张图整体较暗 而这一张图 直方图数据集中在了亮部 整体画面也就会比较的亮 而这张图的直方图数据 分布的比较均匀 画面的曝光也就相对于的均匀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曲线面板中的这根线 这根线往上拉 画面就会变亮 往下拉 画面就会变暗 那具体怎么去控制呢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概念 那就是锚点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一下 锚就是船 抛到水里固定船位置的东西 而锚点 在PS中 也是一个固定点 比如我在曲线面板的中部点击 打下一个锚点 我再拖动其他位置 这个被打了锚点的地方 却依旧保持不变 锚点除了固定功能 另一个就是控制功能 我们拖动锚点 可以改变整条曲线的形状 比如我打了五个锚点 只需要其中一个锚点移动 整条曲线就会受到影响 再来看看边上的两个参数 分别是输入值和输出值 输入值指的就是 画面调整前的图片亮度 输出值指的就是 画面调整后的图片亮度 比如在原始的曲线上 输入值等于输出值 就代表了没有调整 当输出值大于输入值的时候 其效果就相当于向上拉动了曲线 提亮了画面亮度 当输出值小于输入值的时候 其效果就相当于向下拉动曲线 降低画面亮度 既然拉动曲线和输入参数值的 效果都是一样的 那它们为什么要同时存在呢 输入值和输出值 这两个参数的控制 主要应用在了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精细化调整 拉动曲线 除非你要3D鼠标 否则很难实现极其精细的调整 其次就是提供了曲线复制的可能性 让你光是看一张曲线图 想要复制 靠肉眼基本不可能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偏差 但是如果有了精确的参数值 就提供了完美的复制曲线方案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示范 打开一张图 进入曲线面板 这次我们先做一个S型曲线 也就是比较经典的曲线 S型曲线 指的就是提亮亮部 拉暗暗部 增加画面整体的对比度 算上端点 我们大致需要5个锚点 平均地打在有亮度信息的画面部分 什么叫做有亮度信息的画面呢 举个例子 这个图灰蒙蒙的 画面的亮度信息 也就是直方图的数据 集中在了中间调 亮部和暗部 基本没有数据 也就是缺乏亮度信息 如果没有亮度信息 再怎么调整 也是没有用的 先说说这样灰色的图吧 缺失了亮部和暗部的信息 但是并不是永久的丢失 还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 把它们找回来的 到视频的最后 我会告诉你们 怎么将这些信息找回来 我们看到视力的这张图 亮度信息分布还是比较均匀的 我们大致平均在曲线上 打上三个锚点 连上端点 一共五个 将上方这个锚点往上拉 下方这个锚点往下拉 这样 我们就提上了亮部 压暗了暗部 整体曲线也呈现出了一个S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曲线上方的一个选项 叫做通道 可以看出 我们目前所处的通道是RGB 点开通道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 红 绿 蓝 三个分通道 它们三个通道合起来 刚好可以得到 我们刚才用的RGB通道 所以简单说 RGB通道是一个综合通道 控制的是画面的亮度 而红 绿 蓝 分通道就有一些不同 因为它们控制的颜色单一 所以控制的就不是亮度了 而是色彩的平衡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 分通道的应用 我们先进入红色通道 看到我们的曲线变成了红色 我们向上拉动曲线 画面变红 向下拉动曲线 画面变轻 进入绿色通道 向上拉动曲线 画面变绿 向下拉动曲线 画面变为阳红 进入蓝色通道 向上拉动曲线 画面变蓝 向下拉动曲线 画面变黄 总结一下 红色通道下 上拉变红 下拉变轻 绿色通道下 上拉变绿 下拉变为阳红 蓝色通道下 上拉变蓝 下拉变黄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原理 我们都知道太阳光是白色的 而通过棱镜 可以将阳光拆分为各种颜色 其中 红 绿 蓝 为光学三原色 意思是说 它们三个颜色 按照不同的比例 互相调配 可以配出其他任意颜色 当红光 绿光 蓝光 三束光线 合并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白光 现在拆开看 当红光和绿光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黄色 绿光和蓝光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得到了青色 红光和蓝光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得到了阳红色 我们把这三个颜色 放到一起看一下 其中 红绿蓝是RGB 青 阳红 黄 则是CMYK中的CMY 其中K是黑色 暂且不论 我们看到这张图 其中 红色对面是青色 绿色对面是阳红色 蓝色对面是黄色 这个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我们再回过去 看一下 分通道曲线的色彩关系 红色通道下 上拉变红 下拉变青 绿色通道下 上拉变绿 下拉变阳红 蓝色通道下 上拉变蓝 下拉变黄 其中 红色和青色 互为补色 绿色和阳红色 互为补色 蓝色和黄色 互为补色 讲到这里 很多东西就明白了 我们可以通过曲线调节白平衡 调节色温 色调 比如我的白平衡不对 画面过黄 我们可以通过曲线的蓝色通道 来调节画面的蓝黄关系 调节白平衡 而且可以控制得更加的精细 好了 曲线的通道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接下来来教你们 曲线趣物的骚操作 也就是视频开头说的 怎么将一张图 失去的亮度信息找回来 将一张灰某某的图 变为色彩丰富的图 我们打开这张灰某某的图 看到曲线中的直方图 我们可以看到 直方图中的亮度信息 集中在了中间调 其他地方的亮度信息 基本缺失 要找回颜色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调节我们的端点 让端点靠近有亮度信息的地方 比如 我将暗部的端点 移动到有亮度信息的最暗部 将亮部的端点 移动到有亮度信息的最亮部 因为我们调节了端点的位置 将没有信息的部分都删除了 现在重新打开这张图的曲线 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 亮度信息又重新比较均匀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实在是很多 理解起来也不容易 我非常理解你的男 但是如果你多看几遍视频 我相信你 一定能够成为控制曲线的高手 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 希望你能够给我的视频 投币 点赞 收藏 安排一个三连 你的支持对于大叔来说非常重要 最后 关注国小瑶的大叔 即刻提升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